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热爱分布鞋 热爱照片 热爱此路的爱 热爱爱 我是Nora 八月七日 提拉米苏和松糕 你送我的这两条小鱼 我每天醒来看着它们 现在它们拒绝和我说话 因为我醒了 它们就要睡了 鱼的记忆只有七秒 醒来它们又会不记得我 我们之间的感觉 又想重新上路了 就像你每一次旅行 子洛 八月的印度洋边 一定很热 是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给理订阅 收听 平平出现这样的极端情细 8月23日 准头破了 棉绪外露 把它们当作云挂起来 连同旅行收购的挂服 造了有我这个人的这间屋 今天首都立马 并不许多地方都遭遇了 低温天气的吸气 气温降到了零下23摄氏度 其中首都立马 可是创下了46年以来的 最低气温记录 由于缺衣少药 交通不便 高原地区有老人和孩子 在受寒化病后 由于无法得到及时治疗而死亡 为了应对罕见的低温严寒 也都正不二三 泽露 今天看到的有趣小知识 一捆棉花能够产出 将近1217件T恤 或者是313600张 100元的线钞 我这把枕头里的棉 可以印几张照片呢 9月17日 光鲜的写字楼 香草味的小楼 蓝的天空 棉花一样涅白的云 每个人藏着心事在行走 今天的最高气温 准确的是37度6 比人体的温度越高一点 生在热带 应该不是什么值得表扬的事 可是我们都喜欢往热带去 走了 我们都有的旅行 什么时候离开热带 去寒天学地理 明天平 You make me smile with my heart Your looks are laughable Unphotographable Yet you're my favorite work of art Is your figure less than three? Is your mouth full of wheat? 9月5日 昨天深夜 老朋友送我一杯蜂蜜绿茶 面对面 感恩时间都没有让我们走了呀 她笑起来依旧 我说话时的表情依旧 我们取笑对方时的方式依旧 谈坏的主题依旧 我的牵挂也依旧 自若 鲸鱼的一分钟心跳 只有九下 如果我们都是寂静深海的鲸鱼 是否更能听清彼此的心 就是这些人 这些人 是否更能听清彩的人 更能听清彩人 是否更能听清彩人 如果你们更能听清彩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九月九日 你说你曾来过这里 那时你在写字楼里 明明已过日子 盲目奔波 有一天 你路过这片树林 脚步停止在绿地间 盯着一片跳舞的树叶许久 之后 你便决定一直去旅行 你身体里或许有不安分的 停不了的发条 今天我站在你走过的树下 俯瞰你迷宗的城市 心里 似乎也长出了一棵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9月25日 9月25日 你从我和伙伙伴中间走过 我爱上你摸索的年载哭 我用身体紧紧勾住你 在边缘跟紧你 我是一颗成熟的餐饭 我的命运是千万 我恋上你 于是你带我走 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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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